军人年金改革7月1日就要上路 但退伍军人们收到的这一张 退出给予重新计算通知函 却没一个是自己的 昨天我自己下班比较晚 我太太就收了 然后她就打开来看了 就发现你是海军的 为什么收到是空军的东西 那还好她相信我 不然那个女生的东西寄过来 那麻烦很大 大楼管理员帮忙收了信 才发现根本不是自己的 如果是亲自签收还可以退 但邮差送了信就离开 后续处理很麻烦 因为她不是从这个邮局寄出的 所以说她可能只可以代收 但是她没有办法开证明 那我第二个我就问她说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那她是叫我在等 第二天早上在等这个邮差来 然后再把这个信件退还给邮差 国防部出大包 邮件地址全出错 不止邮差抱怨 忙了一天一封都没寄成 还有人收到的是已故袍责的通知函 纷纷在群组上留言难以置信 过去国防部从没出过这种错 质疑年改真的准备好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 在暂时后备军人的召集 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出错呢 连地址都出错又怎么能保证 重新计算的给予是正确的 军人年金改革从三读到诗行 不到半个月 不论是不是因为时间太赶才出错 都已经让退役军人对政府信心打失 华文新闻林志鹏 台北基隆报道 接触